耶稣 達美之子 天主之子 下 耶稣 阿瑪盧爾 耶稣這位達美之子 天主之子 還有另一個名字 阿瑪盧爾 意思就是 天主與我們同在 《瑪盧福音》記載 天使在夢中啟示給弱室 叫祂不要怕取恩聖神受孕的瑪利亞為妻 以及為瑪利亞福中的孩子改名 之後龐伯是這樣解釋的 這一切事的發生 是為應驗上主直先知所說的話 漢 一位精女 將懷孕生子 人將稱他的名字為鴨馬盧爾 意思是 天主與我們同在 關於先知這個神譽 不少適經學者會著眼於 精女這個詞語的翻譯問題 不過我們不能忽略這個神譽另一個重點 就是孩子的名字 鴨馬盧爾 先知這個神譽的歷史背景是如此 當時在公元前八世紀 阿術帝國很強大 幾乎佔領整個小阿世亞 為了擺脫阿術的勢力 北國以色列的軍王就與大馬士甲王聯盟 並想遊說南國的猶大王阿哈茲參戰 阿哈茲拒絕 因此 北國以色列與大馬士甲 就聯手進攻耶路撒冷 這時 阿哈茲想向更強大的阿術求救 擊退這兩國聯盟 不過 伊薩爾先知不贊成阿哈茲這樣做 先知規勸阿哈茲要依賴上主 不要向阿術求救 先知語言這樣說 達美的家族 你們聽著吧 不主要親自給你們一個精兆 看 有位精女要懷孕生子 給他起名叫阿瑪盧爾 再者孩子尚未知道 氣惡摘善以前 你在那兩個軍王面前 所擔心的國土 必將荒廢 先知這個語言在當時的意思是 達美家將有一個王子出生 而當這個王子尚未知道 氣惡摘善以前 即是說這個孩子還是嬰孩的時候 阿哈茲所畏懼的兩國聯盟即將潰敗 因為上主在不久的將來就會施以援手 替阿哈茲解圍 因此他根本不需要向阿瑄求求 只要依賴上主就可以了 先知指出 孩子的名字叫阿瑪盧爾 因為上主要與他的子民同在 神聖的天主要介入人類的歷史 為他們帶來救恩 猶太人的傳統 沒有從墨西亞的角度去展示這個神語 而是直接將神語所預言的孩子 認作阿哈茲的兒子希澤克雅 將伊撒爾也先知這個語言 貼合在耶穌身上 是基督的門徒獨特的見解 是我們獨享的神聖默感的成果 《瑪頭福音》藉著這個舊約引述指出 耶穌就是奧馬路爾 與我們同在的天主 耶穌死而復活之後 升天之前向門徒許諾 我和你們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終結 耶穌的許諾和先知這句話遙遙呼應 耶穌升天了 但祂仍然要透過教會 臨在門徒中間 因為耶穌確實地宣告 哪裏有兩個或三個人 因我的名字聚在一起 我就在他們中間 這就是耶穌握馬路爾 這位神聖的天主子 天天與我們在一起的方式 那